他叫萨卡斯基 代号赤犬 是海贼王中争议最大的角色 有人恨他干掉艾斯毁了海米的青春 也有人爱他禁止禁手铁血武器 刚加入海军时 赤犬是一名凶悍的剑士 为了变得更强 赤下拥有最顶尖攻击力的岩浆武士 在奥哈拉事件中 还是中将的赤犬 为了杜绝学者乘船逃走 下令手下炮轰平民避难船 展示出他所坚持的绝对阵律 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 在顶上战争时期 赤犬已经晋升为海军大将 那是一个强者如鱼 拼实力也拼演技的舞台 轻智的大招冰河时代 追不上罗的极地潜水号 黄元的八尺苗边玉 打出了何为人情世故 铁拳卡普更是当众放水 被开启二党的大孙子一拳奏飞 就连变身金色大幅的元帅战夺 给陆飞的那一拳也是留有余地 只有赤犬没有拿到剧本 兢兢业业坚持他的绝对正义 钻石乔兹扔出巨大的冰块 砸向海军 赤犬果断出手 一拳大喷火将冰块瞬间蒸发 迸发出数以万计的岩浆弹 将整个战场变成熔岩火海 继而将目标直指世界最强男人 白胡子却窥然不动 轻轻吐出一口气吹灭岩浆弹 如同熄灭蜡烛一般 赤犬知道正面打破白胡子 便利用斯库亚德与罗吉的仇份 仿称白胡子与海军做交易 舍弃手下的海贼团换艾斯火力 导致斯库亚德刺穿老爹的胸膛 削弱世界最强男人的战斗力 巨人中将约翰·贾恩也想扬名例外 惨遭振振果实无情暴投 强大的冲击波朝着楚行台宫去 赤犬连同青智和黄元 才挡下着震撼的一击 当战国下令开启包围避脚灭白胡子海贼团 赤犬发动流行火山 无数个岩浆拳头冲天而降 将莫比迪克号彻底摧毁 白胡子亲自出动反击 赤犬立马站出阻挡 两人激战一番未分胜费 不料白胡子救病复发 跪在地上口吐鲜血 赤犬趁机挥出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胸口 路飞救出艾斯之后 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 让所有人撤离马林贩多 赤犬知道艾斯年轻气盛 出岩侮辱白胡子将其激怒 岩浆与火焰激烈碰撞 艾斯也为一时激动 付出惨败的代价 赤犬对此并不满意 打算将拥有罪恶血统的路飞一起剿面 七五海慎平站出来阻挡 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岩浆拳头 马尔科与比斯塔也加入战斗 忘记使用霸气未能对赤犬造成伤害 见到艾斯丧命的白胡子彻底暴走 一记重拳狠狠砸向赤犬脑袋 惨遭暴击的赤犬并没适用 站起来打掉白胡子的半张脑 却被白胡子抓住破绽 被重创后坠向裂开的广场之下 赤犬利用岩浆果实私里逃生 重新回到战场继续追杀路飞 伊万科夫试图站出来阻挡 倒在熊熊燃烧的岩浆拳头之下 杀红眼的赤犬一拳贯穿盛平的身体 连同路飞一起重伤 就在赤犬准备给路飞最后一击时 克洛克达尔甩出一把杀刀救场 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们也来帮忙 确保路飞能安全离开马林贩多 双方大战之时 克比以微弱的身躯挡在赤犬面前 冒着丢掉性命的威胁 让海军停止追杀结束战斗 赤犬认定海军不需要观点不正的海兵 挥起拳头将克比就地正打 香克斯一个顺意来到战场 用格里芬挡下岩浆拳头 吓得赤犬冷汗直流 看着巴基送走路飞 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随着香克斯一句请给我个面子 顶上战争就此拉下帷幕 此后战国提交辞城退休 推荐亲自顶替元帅职位 但世界政府的高层们 更相信赤犬的能力 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十天十夜 赤犬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晋升元帅后 赤犬流起胡须抽着雪茄 脸上多了些许沧桑 当面骂吴老星是天龙人的走狗 不得不敬重他是条汉子 赤犬的元帅并不好当 世界局势混乱 还没一个靠谱的手下 黄元游手好闲上班摸鱼 整天想着出差给大侄子路飞放水 藤虎不顾及海军的面子 当众给德雷斯罗萨的人名下跪 绿牛的脑袋还有点不好使 一个人敢去抓捕新晋四皇陆飞 只有赤犬还在静止尽手 不愧铁血正义的名号 如果抛开他干掉艾斯这件事 你真的还会记恨赤犬这个人吗